到那個模型裡面,一次把它做完就對了 好 但是那個模型來講話就是比較有創新啊 嗯 模型會比較有創新 那做出來的東西會比較有一點意義啊 好 啊 原則上不會 跟你原來想的方式來講話不會差距太大 嗯 沒有差距太大 沒有沒有 只是會變成一個比較 有 創新的 模型架構而已 比較有創新性 好那我重複一下,我怕我等於剛剛沒有聽清楚 就是我的論文題目會是就是CSR對於科技產業生產率的影響 對 然後是要用那個DEA的模型做嗎 對 就是你就寫下方法叫做 呃 動態 動態 共同邊界 共同 不是共同 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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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DF ABCD的D DDF DDF 它在寫一條線 叫做 加外生變數 外生 外生是 外生就是那個 那個什麼 外面那個Y 外國的Y 外國的Y 那 生長的生 就是我們生命的生 外生變 外生變數 好 好 這樣可以 可以 那第二個是 那個 那個誰 喜白銀 喜白銀 那個 你的提問我想就是直接 想說疫情對於 對於什麼 不同受性類別之影響 疫情對於 對於不同受性類別的影響 那 後面掛一條叫做跨企業比較 跨企業比較 那方法就是 回歸 Panel的回歸 P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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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 好 好 那 呃 Panel Panel 你的題目就是 疫情對 名牌網過高端消費者之 平息 平息 可以嗎 名牌網過對高端消費者之 平息 對 方法用 Panel 就是 A-N-O-V-A 就是 編譯書分析啊 啊 好 那 雅琪 雅琪 雅琪的講話 有兩個方向 一個 有兩個方向 工作輪調比例 是不是有助於公司 有助於 有助於 銀行績效之提升 A公司為例 好 那 那 方法用 AR1 AR ABC的 A 好 AR 就是 AR1 對 AR1 括號一個 E的意思就是漏後一起 就是漏後一起的方法做 好 好 好 泰偉的話 是 你的題目就 就是 5G對於電器 電信產業績效 之影響評估 之影響評估 5G對電信產業的績效 對於 電信產業的績效之影響評估 可以嗎 好 那用 PANEL的回歸 PANEL PANEL回歸嗎 好 好 那 裴租的話 就是 當初我們的想法 我們是不是做的方式來講話 就是說 疫情 對於 零售 我想問一個問題是說 你比較喜歡做零售產業 跟旅遊業還是你會喜歡做 科技產業 嗯 旅遊業的話 我是有認識幾家旅行社 那科技產業的話 就是跟我現在負責的專案會有一些接觸 所以你會比較偏向科技產業對不對 科技喔 可是我 我是覺得說因為我們公司基本上就是一個服務商 那服務商能夠取到的資料其實是比較外圍的 就是說不是像 剛剛小君說的他可以拿到公司5年10年的一些 Data 那我拿到的其實只有我們公司自己的一些 銷售的資料 可是我覺得那個其實 如果說要去要去做到科技業 那是要去拿到什麼樣的資料 我不確定是如何取得 那如果說對於 壞篩產業的話 壞篩產業我是可以拿到一些資料 因為像最近這個 我是覺得 因為你不可能去做公司的 所以我想 我的想法是比較單純 是說 你乾脆直接 用上市上櫃的公司 來做 就好 所以 其實 我做的模式 比較像說 跟小文的一樣 我用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直接 針對某個產業 去 去做 那 小文因為他做的是 社會企業責任對科技產業的影響 那你如果 你喜歡做疫情 對於 譬如說用科技產業或者用旅遊業 生產力之影響 那旅遊業的資料 上市會公司都會抓得到 都不用擔心 好那就旅遊業好了 這旅遊業好 所以你的題目就變成是 疫情 對 旅遊業 生產力的影響 生產力的影響 好 那 方法來講話一樣 就是用 動態 共同邊界的 DDF 跟小文的 方式會比較像 好 有時候像的好處是說 你在說一遍 動態共同什麼東西 對 動態 那接下來是共同邊界 邊界 那接下來叫做 DDF 好 小金 小金的話就是 剛剛有提到 我們用推估的 推估 A公司 品牌代理商是 營運 營運的 這個 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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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運的績效 A公司 A品牌 代理商之營運績效 績效 好 RES A-N-P-L-E S-A-N-P-L-E Sample R-E 對不對 我們要錄 Sample 0的 D-E-A D-E-A 老師不好意思再拚一字 R-E-S-P R-E-S R-E-S-A A-N-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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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ple 對 R-E-Sample就對 R-E-Sample 好 謝謝 好 那 還有 還有其他的人嗎 欸 呃 那個誰啊 楊佳基 欸 不在喔 他剛剛不是有上來 楊佳基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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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你可以吵到方向就是 三角貿易之下 疫情對中小企業 的影響影響 影響影響 還是 你要用外貿影響 外貿 疫情對中小企業的影響就好 因為我 一開始的時候我是寫 就是針對中小企業的影響嘛 那 說 也可以 因為我的經過是三角貿易在受到COVID下 對中小企業的 影響 我是沒有 沒有針對到 沒有去寫 想說加 營運 就來 可能說可以加個營運 加什麼 營運嘛 喔營運是 營運影響 然後就以左方式為例 OK 那用的方法是 Panel的回歸方法 喔 Panel 聽得到嗎 Panel的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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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公司的營運績效 A公司是不是你可以在想看看 有沒有更好的名詞上來 那方法就是一樣用 Resample 1 EA 好 大概談的內容都一樣 目前進來的還有印如泡洋的話還沒出來 沒關係就是加工加工也進來 好就是你們三位的話是不是在想看看對不對 再來那個 下一次的話再來討論一下 還是要儘快把題目定下來會比較快 比較快 好那 那關於題目有沒有什麼問題 題目上 方法都已經弄好了 那 題目也差不多了 那 其實來講的話 我覺得畫面的速度就會比較快 因為看起來用速度還可以 就是基本上在做過程 基本上接下來要做的就是第一件事 我們要寫第二章 第二章就是文獻回顧 我問大家好 可能大家裡面要有人做一些組合 因為我們一個team 那很多事情要聯絡 那個team裡面最好是有人去做這個事 因為這樣的話大家可以提醒 提醒那個動作是說 我今天做第二章 那第二章誰完成了對不對 等等這個動作 所以你就把它題目跟人 就是名字跟題目 寫出來 那題目下面用一個方法 把它也寫出來 那 這是第一個步驟就做完了 那 如果還沒做完的就是空白嘛 對不對 放在 那一個sale裡面 那接下來的難為 就是我們的進度了 比如說第二章 第二章來講的話 我們就講說 第二章裡面誰 已經給我多少篇文章 那已經寫完了沒有 那我們就是一個一個動作 那如果做完就勾對不對 用這種方式來做 那可能要有 進度的方式嗎 就是整個進度啦 對不對 就是有人做這張表 那有人來講的話 是不是要提醒說什麼時候開會 就要有人去 告訴大家說什麼什麼時間開會 等等這些 就是可能要分工一下 不然你如果集中在某一個人身上 大家那個人一定會變很累 但是做進度就是希望說大家什麼 就跟著那個進度 只要進度落後 大家就知道 那就是 就是我們在line裡面 大家就可以相互 就是有一點輸出的概念 好不好 那你們自己來講話 你們自己來講話就是 看看誰要負責 就由你們去解決好了 所以說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們要做第二章 文獻回顧 那文獻回顧來講話 第一個我要讓大家依照你的題目 找關鍵點 去什麼 去那個 找文獻 我要大家給我的文獻 剛剛我們不是有談過嗎 就是 要那個什麼 要標題作折那些東西的資訊 那要多少筆 基本上我要 英文 500到1000 500到1000 中文的話就是100到200 可以嗎 可以 所以你們在那個格子裡面 就寫那個 英文中文 那如果 到時候我說英文已經 他已經給我了 那就可以打個勾 在那個地方 然後大家知道那個 大家的進度是 什麼 就是 第一個步驟 先找 500篇到1000篇的 這個 那因為目前還講話 以前我都希望他拿到 我辦公室 印出來給我 但是因為目前 比較難那個 那個 處理這個東西 所以可能就 希望大家 用那個 直接傳 就是看你要放在 Word檔還是什麼 都可以 我們可以放在那個 雲端嗎 可能放在Google Google 對然後 把連結蓄了出來 然後老師也可以隨時看到那個 update的進度這樣子 對 那誰要去設一些雲端 可能就由你們去處 嗯 我只要有一個站 我可以進著去 抓那些資料就好 嗯 好 你會讓我翻邊一點 然後我就 對 對 有辦法處理 嗯 然後我到時候就用Go的 你懂我意思 你給我以後我就開始Go 那 Go完大概英文我希望Go到30到40篇 那中文最好Go到20左右 那Go完你就按照那幾個來做 所以我們這些都做完以後 我們接下來第三個動作才開始要講解 你到底怎麼寫 所以我們可能還有一個meeting就是要怎麼樣來處理這個怎麼寫這個寫這個寫這個內容就對了 寫第二張的內容 因為你現在是不是大家都已經拿到將近60篇的文章 中文、英文加起來至少60嘛 嗯 那我就開始教大家怎麼寫第二張 所以我們第二次的meeting 除了有一些那個題目還沒出來的以外對不對 那接下來講話就是要教大家怎麼寫那個 寫那個什麼 寫那個第二張的文獻 所以第二次的進度 老師你可以問一下嗎 老師 我可以問一下 因為老師幫我設定的題目是高端網購的消費者的評析嘛 嗯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我如果要去找文獻的時候 我要鎖定的 就是我要鎖定的那個打進去的那個標題 我該打哪一個標題會比較好 針對我的 關鍵字 你的標題來講的話應該有 主要有三個啦 一個來講的是品牌 品牌 第二個是消費者 分析 消費者的那個 消費者的滿意度 第三個就是疫情 但是因為COVID-19的疫情來講話現在文章不多 所以你只要打疫情的話搞不好 真的還會非常少 好 兩三片 這個就是品牌 跟你的消費者的分析 對 好 所以就是由這三個大象去做一些搜尋 關鍵字 而且要找 最好先找這個近十年的 懂嗎 好 謝謝 好 好 就打關鍵字進去 那就應該可以找得到 好 好 好 那 那 你們 你們按照這個進度的講話 你們大概什麼時候 會 你們先接下來講話 課還很多嗎 還是已經差不多 我們要上到6月26號 最後一趟 上到6月26號 對 哇 這麼長 對 還有一個多月 那有沒有可能 因為這個工作很大 我會覺得給你們多一點時間 那要不要是說 我們 在7月才給我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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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交給你一些文獻 然後讓你可以去勾選嗎 對 好啊 所以我跟7月的話 就說我們定一個時間 要不要 在7月 11號 給我文獻 7月11日 提出 好 1月給我就好 好 還是說我們可以都把它放在那個雲端平台 然後老師你只要去平台看就可以看到大家的 可以 而且要通知我一聲 對 因為我怕E-mail有時候會漏信 對 如果你的檔案不都直接E-mail給我也可以 都可以 兩種 那接下來我們 還要定個時間討論 要寫那個文獻 好 那因為還有還有還有幾位同學題目還沒有定下 所以我們要不要 還是要早一點那個 那個什麼討論一下 寫文獻的東西 實際上可以配合那個 其他同學的一種話 如果 因為你怎麼想 現在我們6月一個月 那如果正常一種話 可以的話應該是 可以來做 做一些線上 譬如說 7月10號 我們 來meeting 可以嗎 可以 7月10號 禮拜六 7月10號團發 哦對 7月10號團發 那我們11號也是團發 哦 11號有團發 對 我們10跟11團發 如果這樣舉行的話 還是要延一眾 好啊 還是我們7月18號再提交文獻 然後7月17號再討論那個 就是寫那個 第二張吧 可以 可以 可以啊 哦 我們就延一眾好了 你們團發還要 還要 還要做嗎 不知道耶 我覺得應該不會 辦了耶 可是 現在也還沒通知 也不知道 現在主任也還沒說 對啊 因為今年那個招生的話 是要招43個人 你說 第16屆喔 好像招43個 好像有聽說 第16要招40幾個 對啊 所以到時候的那個團歡應該 也是很多耶 因為我們第15目前就20個啦 因為我們第15屆目前就20個啦 20個 嗯 對啊 對哦 你們是第15屆的 我們是14屆 所以再下一次的話就是43個 對對對 第16屆 好 那就是 時間也敲定了就是 我們到18號的時候 我們的做法就是 等於 告訴大家怎麼寫第二章 好 寫第二章的一個動作 那就是 有時間在大家就開始趕快找一些 相關的文獻 好 那目前看起來 資料上各方面的講話 應該都還好 所以看起來 入母那一句話的進度 應該 目前 但是如果真的還是有一些問題 好像 修改變 然後怎麼樣 再跟老師討論 所以都沒有關係 好 那 大概 目前是 那 就是可能大家就是要做一些 就是 一些工作就是把它彙整 彙整啊 等等這些東西 可能大家 混共一下 做一下 還有時間上的 提醒 可能都要 就是 哪一天要 要交 哪一天 就是在之前 是提醒大家一下 反正在Line裡面 大家相互提醒一下 那個動作就好 那 7月18號是什麼時間開會 對 7月18 裡面幾點 OK OK 是禮拜七 看老師 是禮拜一 對 老師的時間 老師的時間 回度好了 時間喔 因為7月17 我好像還有一個會議 早上 那 我們可以中午 就是十二點半開始 可以 還是要改成禮拜一天 代表禮拜天一併就是 提交給老師勾選那些文獻嘛 那一併討論那個文獻怎麼寫 就是7月18一併討論這樣會不會比較好 就同一天 對呀 可能同一天會比較好一點 嗯 好啊 那就同一天 早上 九點半吧 好 可以 好 可以 有沒有其他問題要問的 老師我想請問一下 像我的題目啊 就是那個 CSR對於那個 科技產業生產率的影響嗎 像我這樣子 我是用動態共同邊界 DTF然後外申變數嗎 那他這外申變數指的是什麼 就是社會企業責任 就是社會企業責任 對我們要找一兩個企業社會責任的變數 那 基本上我想這個在 在一般公司 像TJ 我們剛剛秀那個資料庫裡面 他都會有這些資料 所以我們 就要找幾個重要變數 好 那這個變數只要有以後 我們在跑的時候 把他當作一個影響的變數 不是 一般我們在做都是投入產出變數 那投入產出變數的話 就是 實際上 叫做我們叫面生變數 是不是 那你外在只是 對他有沒有影響而已 那我們跑出來一定可以看得出來 他進去以後 對整個結果 跟沒有進去以後 對整個結果有沒有很大的差異 如果他有很大的差異 那就是有很大的影響 好 懂 但是那一些來講話 我想基本上 都不是 我覺得都很簡單 對我們來講話都很簡單 很容易 只要資料抓得到 就答案就很快就出來 好 其實我剛剛跟大家講說 其實我做第一顏 會比做其他的更快 原作回歸的人來講話 要注意的是 到時候跑的話 要 經常一直是什麼 有時候會產生效果都不好 就會一直在那邊 卡在那個地方 一直在那邊跑 老師好 那我們做第一顏來講話 一下子就 一下子就做完了 跑完就答案就出來了 這下就是回憶器了 嗯 好 而且他會比較有價值 像我們在做那個 Fanel或者其他東西 他們還在另外一個會議室開論文的會 所以會晚一點過來 我們做第一顏就比較容易 對對對 因為我們早上在講那個論文指導 他們現在在另外一間會議室 老師 老師 不好意思 老師 老師 老師我的題目可不可以再確認一下 我剛剛有一點論文好像有點不順 怎麼樣 你提問 是疫情對高端網購品牌消費者之平息嗎 疫情對名牌網購 對名牌網購 高端消費者之平息 哦 你掃了那個名牌網購 好 名牌網購 欸你還有一個那個關鍵字網購 哦我還有一個關鍵字是網購 對對對 所以疫情對名牌網購 高端消費者之平息 然後要找的主題還有一個是網購 對對 謝謝老師 像雅琪的話 你本身 你的關鍵字就是 銀行嘛 銀行的績效跟 工作的輪調 好 那就是你的關鍵字 那像 百銀的話 他的關鍵字就是 銀行的壽性 還有 那個 化產業的 比較 他主要還是在壽性 銀行的壽性 那 老師我的旅遊業 生產 旅遊業 旅遊業 旅遊業那一種話 應該你就是打旅遊業跟 跟 DEA DEA 會寫嗎 DEA 嗯 可以 那 那 那小文的話 你就是要打 科技產業跟 DEA DEA 好 DEA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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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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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偉的話,關鍵字應該是電信,還有5G 好,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老師,不好意思,我剛剛電腦斷訊了 我想跟您重複一下,我的題目是不是工作輪調比例有助A銀行績效的提升 那,使用方法是AR1,那請問一下老師,我那個關鍵字是輪調跟銀行跟績效這三個方向去找嗎? 對對對,沒錯 哪一個? 是不是跟鄭宏一樣就好了 關鍵字 關鍵字,關鍵字來講話一樣DA,但是你是品牌代理嘛 對 品牌代理跟DA 好 還有就是,鄭宏的話,也是一樣用DA跟餐飲業吧 因為你主要是以餐飲為主 老師,我們不用找營運績效的關鍵字嗎? 就是你們如果兩個還很多的話,就要把營運績效拉進去 哦,好 好 沒有了嗎? 沒有了,謝謝老師 謝謝 老師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其實就是7月18號開會 對 18號是19 18號 18 18 7月18 開會 9點半 9點半 對 7月18早上9點半 好 然後同一天也要把那個 找的文獻交給你時 好 謝謝 好 那今天就先到這裡啦 因為你們要上課了 好 老師也好好休息 拜拜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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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這 YOUNG 送給你們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對 老婆 我們要請我們 我們請回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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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